《解放军》 中美的邻居朝鲜响起了龙龙炮声 著名的朝鲜战争打了起来 为了援助同位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 中国打算出兵援助 但是同时为了避免直接向美美国宣战 该如何是好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毛主席的局乡书屋的东乡房里 研究决定出兵朝鲜 随后由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 地点就在居人堂 出兵大策一定 接着便是怎样出兵 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了 开始 毛主席与周总理研究 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 初步意见定下来 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 在此类问题上 毛主席历来看重岁数比较大的民主人士 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们愿力多 有许多经验 此类事情 他们办法多 果然 依征求意见 黄炎培求见毛主席 毛主席和周总理 共同倾取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啊 黄炎培诚恳而又关切地望望毛主席 又望望周总理 自古道出师有名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 周总理说 支援朝鲜人民吗 黄炎培摇头 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 需要考虑 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 谁派出去支援 国家吗 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 有道理 毛主席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 将支援两字一挂 改写两个大字 支援 而后支笔于主 欣然道 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 不是国与国宣战 我们是人民支援的吗 这是民间的事 人民支援去朝鲜 帮助朝鲜人民的 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总理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 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 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 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于是毛主席的命令 聚集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 都换上了那种压出许多道线的军装 当时人称国际服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么产生了 就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 历时三年 朝鲜人民迎来了志愿军 就算到了今天 他们依然深深明白 志愿军与他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而美国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强大 中国的强大不在于武器 军队 而是中国志愿军们的意志 在战斗结束后 志愿军们凯雄而归 他们开始渐渐明白 毛主席当年改名的真正意义所在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 中国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军 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志愿 中国人民决定 伸手帮助朝鲜人民 而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宣战 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战争 不得不说 这就是毛主席作为一个伟人的身 远目光 总是能比常人看得更远 更为长久 来源 为央历史网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